今天我们很开心 邀请到新传媒 艺人林梅娇小姐 跟我们一起哼唱 新加坡知名演员林梅娇 来到慈激人文青年中心 分享她16年来的舒适心得 看到了一个视频 然后就看到说这些动物 他们要被宰杀的时候 好残忍 女儿就边哭边跟我说 妈妈那我们可不可以吃素 那我听到我说 诶好啊 从那一天开始我就开始吃素 在本地戏剧圈活跃超过35年 林梅娇带着护生的信念 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推速 感觉真的好开心 大家的frequency都是一致的 然后磁场很好 感受很好 因为我觉得推速是一件很有意义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如果说我今天所讲的 大家有听到 有想到 回去可能尝试吃一吃素 那我真的是很开心 我很喜欢这个师傅 她讲得很好 对她们又有爱心这样 艺人透过自身的影响力 加上职工的积极正能量 扩大推速善临一 我在她旁边的时候 开始可能不是很熟悉 当我们讲起吃素的时候 哇 那个话题就打开了 一人进来了 那施工的力量 我们一起会和善念共振 我觉得这个是最美的力量 都知道推速很不容易 但是更多人更多人来推 那这个就是我们希望说 互相给予力量来推的 一个方向 一个心念 让这一加一大于二的力量 更加坚定有劲 我们一起来吃素 带新闻张一佳 刘志渊 王随喜 新加坡报导